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才少年的YouTube频道 我又来了 这一期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耐心地看完 说不定会感慨颇多 甚至留下两行清澈的液体 啊呸,眼泪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时光真的一去不返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校园三角店的故事 看完后记得去结尾处听听我的吐槽 所以现在还请你听我说 图小一是个漫画家 但是他只肯画自己喜欢的漫画 所以自知回到了自己的家 一座他从小长大的小城 芸汐 回到这里他又想起了高中时候的自己 那时候是高三的最后一年 大人们比学生还紧张地高考前夕 图小一那时候是班级里的擦升 高三开学的第一天就迟到了 他的班主任老陈正在寻找学生说 上学季期末成绩平均分全年级倒数第一 所以他让宣传委员要遮田 一定要在板包上拿下第一 给班级加分 这次图小一和花生 正偷偷地想要就进教室 被老陈给发现了 两人被老陈训了一顿 这是一个同学目中无人地走了进来 老陈说了两句 才发现是教育局长的儿子齐景轩以后 就对着齐景轩好言好语的 同学们忍不住透笑 老陈尴尬地和直图小一 顺便让他和要遮田一起出黑板包 虽然老陈说接下来的一年历只有高考和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但是对于图小一来说 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却远比高考更加的清晰 应可在他的生命里 但是在一次放学的时候 篮球场那边的齐景轩正在一一打二 但是对手两人远远打不过他 还不服气 于是齐景轩把图小一喊过去 二打二 他说这样就公平了 图小一不会打 只会把球传给齐景轩 没想到配合的还行 年轻的九球 最后一球的时候 图小一想自己投也进了 这次合作 那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放东西回来的姚遮田看到了这一幕 他和图小一一起回家 姚遮田跟图小一聊他的话话 问他要不要考美术学院 图小一说自己的文化分肯定不够 只是爱好而已 在红绿灯等火车过去的时候 姚遮田说 听到这句话 图小一知道自己喜欢上了姚遮田 他的长发飘飘 来到他的这句 真好 过了几天 老臣在放学后 拉着齐景轩想给他补课 还让他烧点离品给他爸爸 这些行为让齐景轩很是恼火 老臣追着他来到了班级 发现图小一和姚遮田在出版报 就恼羞的离开了 最后齐景轩恼火的把老臣塞的东西给扔掉 可却不小心把颜料盒 闯飞到黑板上 颜料流了下来 本来走掉的齐景轩又想回来补救 图小一看他笨手笨脚的 就自己动手了 大花龙点睛支笔 但姚遮田和齐景轩眼前一亮 画完后 他们三人一起离开 图小一带他们来到一个高达上 三人都很开心 晚霞和火烧于漫天 姚遮田和图小一高呼大喊 看到这一幕的齐景轩嘴角突然上扬 其实我们的人生真的很简单 只不过在未来的成人世界中 我们有太多的责任罢了 接着二人送姚遮田回家的时候 碰到姚遮田的妈妈 两个对他母亲自称是顺路 一个舞蹈班的 他们是牛羊哥的 青春的时候 爸爸妈妈总是很担心孩子早点 明明有时候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但在他们眼中 就是暧昧的现象 还有一些爸爸妈妈更是豪气冲天 哎 小子 啥时候给你爹找个媳妇啊 关于爱情的故事 在青春中 真的有很多让人会问场景 就像童小一只要要遮田 想要见了些大学之后 于是去拜托齐景轩 找来关于大学的杂志 然后出在黑板报上 齐景轩说 你玩房块赢了 我就帮忙 后来秦景轩果然找来了一堆杂志 等童小一到了 姚哲天就把一本漫画杂志给了他 童小一很开心 在杂志里 他还看到一条找漫画师的信息 那一刻起 他决定了 就画漫画 寒假要到了 秦景轩说寒假的时候 要带他们两个出去玩 转眼 就冰天雪地的寒假 这天童小一在的画生 和秦景轩三人 先去找姚哲天 姚哲天出来以后 童小一就把这些手套给了他 然后在的他出发了 他们来到小林子里打雪仗 玩得不一夜乎 然后来到秦景轩妈妈家里吃饭 秦景轩的父母离异 本来从小跟妈妈长大的秦景轩的抚养权 突然被爸爸要了回去 在秦景轩妈妈家 秦景轩很照顾他的妈妈 做饭也很好吃 大家发现 秦景轩小时候的梦想 是飞行员 于是姚哲天说他可以报告空军 只要提醒过了就行 到了高三 每个人都开始在替未来着想 请开学 明早来视察 姚哲天妈妈正好来到学校 让老陈学校姚哲天以前跟学习无关的任务 听到这里 突小一在课上要求自己个人出版报 老陈下来 正好看到他画的姚哲天的画 同学们 姐姐思语 秦景轩说 那是他画的 流言蜚语很是恐怖 稍微不注意有可能就是危害性命 课后 突小一准备画黑版报了 秦景轩让他跟自己去接机厅 说自己被空军录取了 明天就要离开了 在老道听到的姚哲天 回来说他也要去 三个人在阶梯厅里玩游戏 突然一阵吵闹 三个混混来找花生的麻烦 两个人为了救他和混混打了起来 混混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他们紧急之下分开逃跑 突小一和花生一起跑 突然想到还有姚哲天 等他找到姚哲天的时候 他发现姚哲天站在秦景轩的面前 一步步地靠近他 秦景轩伸手抓住姚哲天手臂的那一刻 突小一生气地跑掉了 他不知道的是 姚哲天在表白心意 但是 秦景轩抓住他的手臂 只是把他推开 拒绝了姚哲天 那以后 秦景轩没有再出现 姚哲天变得沉默寡言 突小一也决心放弃高考 一场三角恋 似乎就这样出现了 一次 姚哲天代表学校表演芭蕾 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结束后 下了大雨 他没有伞 突小一知道 他在伞同家里一路狂奔 想给姚哲天 但是 没有勇气 看着他保近的余力 两个人在雨中 都有说不出口的失落 最后 终于在巷口 追到姚哲天 把姚哲天带回家 给他喝了酱汤 在送姚哲天回家的时候 突小一鼓励姚哲天说 就是没有办法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没有关系 因为 你一定会喜欢那个 因为他 而闪闪发光的自己 姚哲天说 你们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也不能输 学校的最后一集版报 突小一只写了几个字 至每一个中家光芒万丈的我们 毕业后 姚哲天填写了 自己喜欢的转页 突小一踏上去往深圳漫画工作室的火车 在火车上 他翻开了那本留言册的时候 发现了被骑警轩 偷拍的自己 和姚哲天的照片 还有一行字 这行字 和那招漫画师的行习上的字 一模一样 这时候 突小一才知道 这本杂志 是骑警轩送的 为他打开了去深圳 做漫画的道路 片名 昨日清空 几乎每个人在初中 高中都有喜欢的对象 感觉表白的人很多 也很少 甚至有人喜欢能好久好久 引起对方说话的勇气 都没用 说到这点 我就想吐槽 很多人说这部电影 看着莫名其妙的那些评论 啊 蓝主因为一句话 就喜欢女主 这太扯淡了 啊 整部剧情完全没说 女主和蓝鹅有什么接触 为什么就爱舍了蓝鹅 啊 我更喜欢蓝鹅和蓝主在一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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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你是没上过学吗 你难道没有见过那种 对女生默默付出的蓝鹅 最后就被突然横红出世的帅哥欧巴一句 I love you 然后直接被抢走的场景啊 在青春的时候 大多数感情不就是一级钟情吗 我承认也有很多是相处后了解彼此才确定在一起 也或者是对方真的对自己很好 或者要付出很多的才在一起的情况 但是 真的也很多 是因为长得好看和在一起 根本不了解对方 先在一起再说 不然 就要被人抢走了 而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因为一句话 因为一个动作 甚至 一个眼神 总而言之 青春的爱情真的很简单 所以我并不觉得里面女主突然喜欢蓝鹅 和蓝主突然喜欢女主的举动 有什么突然的 相伴 这个突然 以及影片很多所作为的剧情 还让我觉得这部影片 看得很是轻松 而且 也在里面找到了很多回忆 毕竟 青春本来就是一些琐碎 无聊的小时构成 又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多态 以及疼痛 想把没有清晰的主线 会让未来迷茫感更加的强烈 如果应用说这部影片的问题所在 那估计 真的就是结尾需要好好地思考一下了 这两个男人真的没有 发生什么吗 总而言之 这部电影没有太多亮点 剧情 可能真的很烂 但我 还是觉得很不错 我不知道为什么评分有点低迷 可能真的是因为剧情 太过疏散的原因吧 其实吐槽这些 也并不是针对谁 只是想说 我的青春就是如此 很平淡 没有太多波澜 都是些琐事 所以我看得很吃书心 也没有想要大家抬杠的意思 因为青春大多数人都是大同小异 那份平静 那份简单 真的是成年后非常渴望的存在 有多少人现在一个人在外北飘 上飘 深飘 就还是一事无成 最关键的是 还不敢去找人倾诉 生怕别人会看不起自己一样 在累了 倦了 困了 很希望明天会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可是 现实很残酷 但我们 从不放弃 加油 陌生人 而在现在高考结束后 很多人的青春也暂时结束了 或许在大学 就是你人生中最后一次享受了 好好珍惜在学校里的时光 那是在以后 都很难很难找到的感觉了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